雲端是算表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它一個很重要的精神說 也就是以往我們那個檔案 比如像這個邏輯函數 那每個人都下載一份到各自的電腦裡面 變成說每個人都變成說 都會有一個檔案叫邏輯函數 那假如說我們今天要共用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分享給每一個人 分享給每一個人的話 放在雲端上面就只要一份就好了 這一份大家可以共用 而且可以共同編輯 共同編輯 就是說最後的結果是由大家決定出來的 那個就是雲端事實上表的一個精神 那以往多半都是放在各自的檔案裡面 就沒有辦法共同編輯 比如說我今天要給人家一個檔案 可能他修改完之後他再傳給我 我再改可能他再傳給他 傳來傳去傳去 最後沒有辦法達到那個共同編輯的那種目的 為什麼因為最後可能還是會Lost掉 但是雲端事實上不會 如果說你要把某個檔案分享給人家的話 我前面好像有提過就是說 你可以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這邊有共用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再共用出去 共用出去之後的話他會有一個設定 你只要把對方的email信箱加到底下來的話 他就可以 比如說你可以給他什麼樣的權限 可以編輯或者是只有可以查看 假設說他可以共同編輯這個檔案的話 那你可以給他可以編輯的權限 如果他只能夠查看 假設他只能看到結果就好了 不能夠編輯 那你就給他可以查看這樣就好了 那他的好處就是說只要一份檔案 一份檔案可以傳給每個人 每個人都是一個link 就是連接過來的 而不是真的 在每個人的電腦再存一份 另外只有一份 所以呢也不會有重複的問題 比如說可能奇怪怎麼這麼多份 到底哪一份才是真的 可能你的電腦又一份 我的電腦又一份 那最後到底哪一份才是最後的結果 不知道就麻煩了 所以這個雲端試算表有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你要慢慢了解他 為什麼他會提出像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概念 雲端試算表 那這邊的話我想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有同學互相有沒有 詢問一下彼此的Email 這個Email信箱 那有Google的帳號 試著登進來看看 那同時去編輯某個檔案 看看有什麼樣的結果發生 就是說了解一下雲端試算表的一個觀念 好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 那如果說假設有五個人在共用的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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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